世界上有两个人甚为稀有 佛经上面讲 世有二人甚为稀有 世上两人甚为稀有 如忧谈花难可知遇 就是很难遇到忧谈花 它不大容易开的了 一者不行恶法 二者有罪 既能忏悔 如是之人甚为稀有 这是我经常跟你们讲的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 是非常难得的人 就像忧谈花一样 非常难遇到这种人 那么这个两种人是哪两种呢 一者不行恶法 这个人从来不做恶事的 这种人很难碰到的 还有一种人 你有罪了 马上就忏悔 那么我们基本上都是属于第二种人吧 没有第一种人的 第一种人因为在天界 听懂吗 在天界的 有这种不行恶法的 你们已经在三善道的最后一道了 所以有罪 要既能忏悔 如是之人身为稀有 所以一个人做错了 马上就承认 这种人就是一个非常稀有的人 你看现在人几个人肯承认自己缺点的 不但而且找理由 往人家身上推 这是好人吗 就两个人了 跟老婆两个人了 还找毛病 都是你啊 都是你不好啊 你早知道 怎么怎么 永远有理由的 你有本事 做错了 马上就说 对不起 是我做错了 我改 那么这是好人啊 同样一件事 因为你今天许的愿力不一样 你不思者的心不同 你的功德 智慧 果报都不一样 所以你们今天跪在菩萨面前 到底求什么 你要求你老公好 你老公好了 求儿子女儿好 儿子女儿好了 你自己呢 你不可能求全部的呀 你要说我要一事修成 你可能一事修成了 当你经纪在往上提的话 你说你家里会不好吗 人的一生是由怨行引导的 怨力和你的行为引导的 很重要啊 怨力和你的行为呀 如果你今天许愿的方向错误 你今天会走向黑暗 所以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 你的汽车再好 汽油再足 司机再好 你方向走错路了 你有什么用啊 你方向正确 你就会找到你的目标啊 你就会找到你的光明 自己的前途啊 要看你到底找什么的呀 修行学佛更要发大愿 那么你这个愿力越高 对你的进步就会越大 你说观世音菩萨 我一定要好好地修 我一事修成 我要想成菩萨 你一成菩萨 你家里是不是有护法神 全部保护了 你用得到家里 六个孩子求六次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你要求十五六个人 求一个就好了 求一个讲两句话 观世音菩萨 我一定要做菩萨 普渡众生 请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们全家 幸福安康 你已经有菩萨的愿了 你说说话 护法神 不会照顾你们全家吗 就有人来照顾 有八个字 叫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所以学佛人 发心为上啊 发心很重要啊 你们每个人都要发心症啊 一个人症的发心啊 感动天地啊 过去你看二十四孝 对父母亲这么孝顺了 感动天地啊 孝子 修行 要立愿为先 你今天磕头 你要先要立自己的誓愿为先 所以愿力代表着你的智慧和慈悲 一个人的愿力拿出来 代表着你很慈悲啊 代表你很有智慧啊 举个简单例子 你在学校里的时候 我一定要成科学家 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们学佛人如果能够自成 恳切的发大愿 你一定 在你的心灵啊 会契入菩提心 成就一切 菩萨的行门 菩萨的行门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菩萨的一切 包括行为 包括语言 包括思维 叫行门 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希望你们慢慢要懂得 救度众生 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靠的是智慧 佛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奥妙 尤其到了末法时期 人更要有一种很好的心 很好的意 好好地学 因为人生过得很快 一年又一年 一天又一天 过了就没了 你们学到了什么 你们过去做到了什么 有意义的事情 你们赚到那些钱 做到那些事情 能够给你们带来什么 只有救人 好好学佛 你们如果好好学佛法的时候 家里人一生病 一求观世音菩萨就灵了 你给他功德 爸爸妈妈出医院了 你这就叫本事 你这就是有佛保佑你 我要你们修成 一求就灵 你最爱的人 一生病 一求就灵 你最喜欢的人 一求观世音菩萨 马上身体好 有多少人死的之前 跟医生说 医生我有钱啊 你什么药都用好了 再贵的药你也可以用 只有菩萨呀 很多疑难杂症 菩萨都能帮助我们的 希望你们好好学佛了 一求就灵啊 好好许愿了 你们不要小看你们自己啊 等到你们一念经 求谁谁就好的时候 你们多么的发喜 就像师父一样 我能帮很多人求了 癌症都没了 我多发喜充满 你们记住了 你们今天种下的 每一棵树苗 每一个善事 都会发芽的 你们记住 哪有一样东西种下去 不会长出来的 你们今天种的善 学佛修心 帮家里人求 帮自己最心爱的人求 怎么不灵啊 我们请 Sanskrit 点钟 费 觉得 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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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